是不是要考慮 被發現疾病像是八天生死症的問題 建議去神經內科求證 那我今天要談的重點是在於說 對於顫抖大家民眾其實都會蠻有緊決心的 但是其實八天生死症的症狀不會只有單純顫抖 物態部也有可能是八天生死病的症狀之一 那我們講物態部的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台灣人都高於壓壓社會 其實在去年底下有公布國人的平均壽命 大家知道國人的平均壽命這樣多長嗎 現在台灣的國人的平均壽命是已經高達81.3歲 男生的平均壽命大概將近79歲 女生是84歲這是平均喔 意思是說過在這麼年紀高齡化 甚至即將就超高齡化的社會當中 長者越來越多 那你會伴隨著長者跌倒的風險越來越高 那你長輩為什麼容易跌倒 像是我們科的神經科疾病 不管是脊椎的問題腦部的問題 心血管疾病 心臟功能不好看不得難 容易不好的 眼睛視力不好看東西視力多 骨頭不好 骨頭不好 關節不好容易跌倒 有些憂鬱症全身的力氣 還是單純就算你有那麼疾病 可能因為年紀大體力比較差 這些都是容易造成跌倒的原因 那神經科疾病 仍然是容易造成跌倒的大眾 那哪些神經科疾病 其實都會容易造成跌倒 很多 從我們從上面轉到下面 從腦部裡面的話 今天講的重點 發生甚至一根其中一個 現在國人很很常發生的 這個腦中風 其實也是一個可能原因之一 腦部的腫瘤大 小腦退彎也有可能 除此之外 是要我們下一點講到脊椎的部分 很多人說台語叫做生肝臍 椎肩盤突出 不管是脖子的椎肩盤突出 腰部的椎肩盤突出 其實都有可能會造成膚態不穩 總會會造成跌倒的問題 那再往下一點點 那周邊的神經病變 腳會手會的神經 你比如說糖尿病的話 你的控制不好 然後其他就有一些神經病變 這些神經病變 也有可能影響到 臉部的平等感 造成一些周邊神經病變 就會很容易跌倒 還有一些是遺傳性的問題 另外肌肉方面也會影響到 喀多爾達 像我們的肌肉抵症 有一些發炎 新肌肉發炎疾病 有可能造成可能跌倒 不過今天的主角 我們是紅色料理 這個蜘蛛發生死病 在介紹這個疾病之前 我要先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這個是我實際 在門診當中遇到的一個患者 幾年前的同一天下午 再來是禮拜六 小週末的最後一個 一天下午的門診 來到那天的門診是最後一個 一個五十六歲的女性 進入診間 是用左邊這種 她做著那種超級大的高倍的女性 進入診間 五十六歲很不常見 只有高倍的女性 一般是很嚴重的病患才會有的 她進來就跟我說 她這個產生間已經到齊了 希望在哪裏 另外她沒辦法工作 希望我們幫她評估 是不是有這個勞保私能的部分 其實我心中會充滿一個問號 五十六歲 才五十六歲 五十六歲 現在就不能叫好一點 就是重年輕年 再次為了通知 應該還有很大的生產力 為什麼就會嚴重到私能 她跟我說她過去的畢竟是 她的脊椎 開過無數次的刀 不點開X光片 一點開X光片 怪怪不得了 超級 超級多次的刀 大家可以在場 各位記者朋友可以看到X光片 哇 這個盯了好多鋼頂 白白的全都是鋼頂 她打了超過十隻的鋼頂 從她的脊胸椎 腰椎 脊椎 尾椎 開了很多的刀 打滿了滿滿的釘子 心中覺得很奇怪 五十六歲 到底是怎麼樣的問題 最近還突出 你還厲害嗎 不一直找到突出嗎 一定有些問題需要被發現 後來詳細問 她告訴我 她說她五十五個開心 全身就僵硬痠痛 倒不住 站不站 沒有力可以走 她常常講會覺得沒有力氣贊動 開過無數次的手術 我印象沒記錯的時候 她跟我說已經開六次了 開六次了 還是沒有什麼改善 還是做高倍的命 你都不怕 所以再次去外科醫師 神經外科醫師把她轉到我們神 神經外科醫師說 你是開六次了 我幫你開第七次 可能也不會好 我又沾點很厲害 她不敢再動了 你只想找內科 有什麼內科的藥物可以幫你 這才轉到我們整個肩 結果呢 經過一連串的病死訊 才發現 哇 她其實還有一些抖動的問題 她其實還有一些肢體僵硬的問題 當然有一些痠痛 的確是椎間盤突出造成的 可是 她的症狀 不全然都是椎間盤突出造成的 後來經過一系列檢查 這個是幫她做了一個 腦部的多巴胺的 這個所謂的 兒子醫學造型檢查 發現她腦部兩邊的多巴胺 神經模型都下降很多 後來診斷她出了脊椎問題之外 她還合併個巴胺身是症 但是一直都沒有被發現 那幫她用了藥物之後 這次她用藥之後 症狀況差很多 那她想 她原本說高貝輪椅 沒有起來走路 結果用藥之後 她就可以起來 是落差非常大 所以只要不夠把這類的 固態固穩的話 只沒辦法走路原因 再詳細稍微問一下 抓出來發現 其實有些人 走路固態固穩 跟巴胺身是認識的 什麼是巴胺身是症 它是一種腦部的退化疾病 因為神經傳達物質多巴胺 分泌不足 影響到神經傳達 所以病患會有一些 身體僵硬 首腹的顫抖 身體前進走路小睡部 容易跌倒的運動障礙 有一些都是非動作症狀 你可以動作症狀 出現之前 就有可能會出現了 巴胺身是症狀 在台灣 在世界各地 都是一個浩花與重大 前期的疾病 大家可以看各個國家 不管是澳大利亞 英國 冰島 芬蘭 美國 它的號碼年齡 大概都是在60歲以上 60歲以上會進入一個 比較高峰的一個年紀 相對很清楚的 巴胺身是症狀 巴胺身病是比較少的 在臨床醫師 我們神經科醫師 要怎麼覺得病很可能 巴胺身是病 它有四個很重大的 重量核心症狀 第一個 肢體戰狂 第二個 肢體僵硬 第三個 動作緩慢 還有一個就是 補胎部 其實在臨床上面 我們只要 四個症狀裡面 有兩個 就會高度懷疑病人 有巴胺身是病 所以這件事情 四個裡面有兩個 也就是說 很多人都知道 抖是巴胺身是病的可能性 但是四個裡面有兩個 這樣意思是說 它不一定有抖啊 它可以是補胎部 加上肢體僵硬 就有可能是巴胺身是病 所以我這邊要強調 不單純用抖這件事情 來判斷病人 是巴胺身是病 有可能是因為 部胎部的所產生 那 簡單介紹一下症狀 肢體戰斗 它通常是靜態性的肢體戰斗 可以發生在手或腳 速度蠻慢的 它抖的速度不會快 每秒鐘大概四到六側 比較常見 從半邊開始抖起 肢體僵硬 病人會跟你說 那個 腳趾很硬 動作很慢 做事情 擦擦 這肢體 這肢體 這肌肉僵硬的感覺 在手腕和手肘 地方特別陰險 寫字變得很醜 寫不快 千里越牽越小 這樣子 走路的手就不太擺動 擦擦起來 擦擦起來 擦擦這樣 轉彎的時候 速度快不起來 那表情就是會很僵硬 沒什麼笑到 有時候民眾會跟我說 我把他看起來 那個眼睛叉叉 就是所謂的表情僵硬 缺乏效能 俗稱面具臉 動作緩慢 尤其剛剛起步的時候 我們有些八肩生肢的患者 在過馬路的時候 剛起步超級困難的 外面那條東風路很寬 很寬 那個我研究一下 那邊研究過大概四五十幾秒 我這樣八肩生肢的人 要走過我們東風路 有很多困難 走路速度很慢 他到中間東風各島都要停 再等下一次的律症才過得去 因為他起步的速度會很慢 那日常生活的動作 當時會 事情時間會變長 動手腳變笨拙 講話速度也會變慢 不太眨眼 眨眼動作也更的減少 不過他一部分就是 他身體會往前進 往前前去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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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睡部動作很沉重 那容易往前跌倒 因為他身體往前傾 就小睡部的關係 腳對比比較辛苦 身體先往前了 腳跟不上 就往前撲倒了 有一些非動作症狀 其實也會在早期出現 譬如說 睡眠障礙 睡眠行為異常 那可能是全打腳 容易說夢話 有一些記憶不好 自律曾經失調 聞不到 也是症狀之一 有一些便利 有些憂鬱 這個也可以合併出現 那憂鬱在巴基深室症 患者其實是治療上面的一大難題 因為病人就不太能夠動 跟合併 憂鬱更不想動 那就會產生一些淡漠 失眠 食欲不振 社交醫院降低 對所有事件都失去興趣 巴基深室症 目前背後的真正原因 其實沒有被了解得完全透徹 我們只知道後面這部分 就是在巴基深室症的患者 我們可以很明確地知道 他腦中的黑質細胞會死亡 多般分泌而因此而下降 而產生巴基深是病的症狀 那什麼原因造成 腦中的黑質細胞的死亡 有的認為是環境因素 像過去美國研究 像沙蟲這個使用 其實是造成我們腦中 這個黑質細胞死亡的一個原因 然後有的認為是外在因素 有的認為是一些內生的毒素 基因扮演的一部分的角色 很多人都會問 這是不是基因遺傳 其實是醫有 但是基因遺傳 其實只佔所有巴基深室病的患者 約過百分之四 我們通常講百分之四 九成的患者是不跟基因沒有關係的 所以基因只佔了一小部分 在診斷巴基深室病 我們臨床醫是怎麼診斷的 其實很重要的是 靠臨床的症狀跟病死 就是剛才講的四大核心症狀 有沒有出現是很重要的 還有對藥物的治療反應 當然很多人說 我們要把內生病 他會排很多檢查 醫生會排很多檢查 排檢查去中上 這是作型沒用的 我們是為了排除其他的症狀 例如說有時候是 等於是腦部積水所造成的 類似像巴基深室症症的症狀 有些人是症狀過很多次所造成的 當然也有運氣比較不好的 檢查完發現 哇根本是腦部長尾跟腦瘤 所以我們安排在檢查 最主要是為了排除其他疾病 會造成類似巴基深室病的症狀 有些人可以在我們腦部核瘤 這個掃描 可以看到腦部裡面 這個什麼叫黑脂細胞 你這樣可以看到中間 我箭頭指的是個黑黑的 這個就是我們腦中的這個黑脂細胞 正常人會看得到 這個黑脂細胞黑黑的存在 發瘤症狀病的話 你會看到減傷 可是核瘤症狀沒有辦法 每個病人中都看得那麼細 所以我們會透過 所謂的腦部的多巴胺 神經原核子醫學檢查 來判斷腦部的多巴胺 神經原核心的下降 當然抽血也可以幫助 臨床醫師排除其他的疾病 剛才講的腦部多巴胺 神經原核心的造影 這個就非常一翻兩瞪眼 很好很好看 就看紅色的部分 像A這個怎麼是健康的民眾 再說各位照應 應該都是A6的圖 腦部的多巴胺 神經原核心 很發達 偶偶的分泌很多的多巴胺 退化初期就看得到 好像一邊變得比較少 一邊變得比較小 這樣對稱 這個退化中期 它多巴胺的活性更低 到晚期的話 甚至腦部多巴胺 活性都快要沒有了 不太分泌 需要完全靠外面的藥物 才能夠維持多巴胺的活性是正常的 治療方面的話 我們有三大治療目標 第一個 我們控制動作症狀 慢 希望能夠快起來 抖 希望它不抖 僵硬 走路過也希望 它可以腫的核目 不會跌倒 這算是動作症狀 非動作症狀 其實有時候也蠻困擾家屬跟民眾的 例如說晚上常常坐牧全拉腳 我一定一蓋困車會打 然後被擋著明星臉走 那個 非動作症狀 每次都控制一下 有些人意義不好 我們說一句話 沒關係就一句話 動作症狀 非動作症狀 有時候 病人也會非常的憂鬱 所以在治療方面 也是一個著重的目標 另外 治療的一段時間 所以發生症狀 進入中級晚期之後 會有出現瘦心物的動作病發症 例如說開關現象 例如說 異動症 像是寂寞現象 開關現象 就形容那個人 就像電器一樣 一如這樣 有吃藥的時候 就有電 他就怎麼說走得很好 然後藥腳一退 就像你電的突然被關掉 就一片黑 完全不能都動 很嚴重的開關現象 他就像沒有電的時候 就像機器人一樣 這個叫動作病發症 異動症 是有些人到了疾病的晚期 然後藥物吃下去 藥效太明顯 身體會亂扭 平常不吃藥的時候 都不能動 然後只要一直要亂扭 不受控制亂扭 他沒辦法控制停下來 就自己亂扭 在移動症 寂寞現象 意思是說藥效不變差 原本我們在疾病初期 吃一顆藥物 可以維持六個小時 可以讓他活動治療 進入了晚期 出現動作病發症的時候 吃一顆藥物 變成只能夠維持三個小時 這個叫寂寞現象 這個在八天三次症來說 會變成是需要一個治療的動作病發症 目前台灣或者是說 我們醫院醫生常用的一些乳器跟藥物 最主要常見的是多巴胺的滋劑 這被開發出來很早 但治療效果到現在來是相當好 除此之外 還有一些像是多巴胺受體的促進劑 抗乙烯代表滋劑 單胺氧化美抑制劑 吸油益抑制劑 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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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一些藥名 專有名詞 這些都對於我們治療的八天生死症 是有相當的效果 所以八天生死症 症状雖然是一種神經脂化性疾病 但是現在我們用手中可以使用的藥物 五花八門鈴鐺滿目 相近二十種的藥物可以使用 甚至台灣在去年跟前年 都有通過健保幾部 幾部更新一代的長效型的藥物 這些長效型的藥物 都可以避免動作病發症的使用 所以其實雖然它是一個脂化性疾病 雖然這個疾病已經很久了 不過在藥物研發突破方面 一直都是有新藥在出來 可以治療張法 這個一個退化性疾病 近幾年大家也偶爾也會在報章媒體 雜誌或者是聽一些就是朋友 或者家屬說 八天生死症状的退化性疾病 可以開刀呢 對這個事情是沒錯的 八天生死病現在是可以用手術治療的 退化性疾病 聽起來很不可思議 可是現在的確是可以在做的 而且台灣有在做 它可以做 但是我要強調的是 它不是必要的一個手術 不是說做了之後就好 因為目前手術治療 適用在吃藥在調整的過程當中 人家沒辦法好好控制病情的人 才值得冒那個手術的風險去做 什麼手術啊 而且手術完之後 這個病不是就好起來 它手術一個很重要的效果 是減少藥物的使用 減少因為藥物傳生的病發症 然後故作有 所以拍完刀還是得吃藥 還是得吃藥 那現在手術有幾種 目前有兩種方式 一個叫做吃症導航的聚焦超音波 它是用一種熱能去做腦部的燒焦 那非輕度式的腦部會開動的 它是一種熱治療的燒走手術 另外在台灣時期 比較多年的是生腦刺激素 它是在腦部裡面埋入兩根電極 那根電極會接線 接到我們心臟這邊有一根電磁 那心臟放裡面的那個電磁 它可以放電到腦部裡面 對你也鬧了 叫生腦刺激素 電裡的腦部可以調通我腦部裡面 多巴胺的火性 讓你得到類似像吃藥的效果 叫生腦刺激素 那這些手術質量可以改善僵硬 可以改善抖動 可以改善動作 不過它還是有它的局限在 對於一些平衡異常 還是說因為發生生腦 產生的精神症狀是沒有幫助的 還是有它的限制在 運動復健是目前被認為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世界各國不管是美國台灣亞洲主群 都有去做研究 怎樣的運動可以促進這些 發生生腦刺激素 然後突然速度 讓它平衡可以改善 那所以運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門診的時候 我會花非常多時間跟病人 會叫運動的重要性 因為透過運動它會改善平衡 可以促進多巴胺的分泌 可以跟人家互動 可以維持社交功能 可以讓人家回歸一般生活 怎樣的運動有幫助呢 像在亞洲方面的話 打太極是有被研究過的 打太極拳對於巴基正治癥的 運動功能改善是有幫助的 基本的快走 光是訓練快走這件事情 不是善固好 善固好善固好 快走才有效 快走也可以 那像跳舞 跳圖峰 琴丹這都有幫助 那像歐美比較流行 歐美就會有一些研究 台灣不常做 像歐美就研究打拳擊 拳擊也是有幫助的 所以其實很多運動作 各種運動作 這個治療都會有一些角色存在 那最後的部分 還是花一點時間 我們先來衛教一下 一般的民眾 或者是可以告訴家屬 怎麼樣評估步態的部分 以及怎麼知道自己 可能有疑似發電生是症狀 首先在步態評估方面 我們可以有一個 叫三公尺的行走測試 可以請我們的受試者 坐在椅子上面 三公尺外面放一個東西 像一個圓椎椅子也好 請他坐著 然後你開始計時 他一旦開始聽到他的計時 他就站起來往前走三公尺 只大衛圈不會再坐下 那我會得到個時間 通常大體上比較好記的數據 是如果大衛圈的時間 大於十秒鐘的話 他走路速度大概就變慢了 就要小心評估 未來是不是有一些 退化性的問題出現 如果時間大於二十秒的話 就確定有問題 大概真的很容易跌倒 會建議他趕快找醫生求醫 這是在評估不太不穩的一個很簡易的方式 可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另外一個在關於抖動和肢體僵硬的部分 我們這個所謂的台灣動作戰敗協會 也有提供大家一個簡單的評估方式 我通常會請民眾或患者 借我的手五指打開 我會請他先做一個OK的姿勢 然後我會請他 快速的大拇指跟四指打開 再合起來 打開再合起來 這樣連續做二十五相 這連續做的過程當中 我們醫生或者是請民眾 他會自己在家裡面評估 他這個速度是不是有 越做越慢 或者速度不一致 他有時候忽快忽慢 或者在做的過程當中 我們越做越小 本來是這樣子開合開合 他就越做越小 變成這樣子 還是說有時候 比較嚴重是 握起來的時候是打不開的 打開很緩慢 在做二十五下的過程當中 左手右手做 我們會去評估他是不是有所謂的肢體僵硬 動作緩慢 甚至在做的過程當中 發現他手會抖動的這種情況 所以在這邊提供 用檢疫的兩種方式 來協助一般的民眾 評估自己是不是有早期的 發生生死病的症狀 以上簡單介紹 好 謝謝